哈囉 大家好 我是NICO 我這一次要分享的東西是 比較多樣化的愛斯德爾瑪的產品 相信大家對於愛斯德爾瑪這個品牌 應該是並不陌生 因為它其實之前算還蠻紅的就是 大多數的人都知道了 就是它的卸妝水 所以呢 我這一次所介紹的東西 是還蠻多樣化的 那愛斯德爾瑪的產品呢 其實真的還蠻多元化的 除了就是肌膚保養 還有面膜 卸妝水 那一種的 因為我個人的話 我是還蠻喜歡它的卸妝水 那它卸妝水的話 我自己是用了好幾罐 因為它之前有陣子的話 它的卸妝水其實非常的火紅 真的是還蠻多人都用了 因為現在女孩子啊 因為現在接睫毛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接睫毛的話 一定都是用那種無有的卸妝產品 這樣的話 讓睫毛可以維持更久 話不多說 就繼續往下面看囉 是這一罐高效潔膚卸妝水 這一罐 算是粉紅色啦 粉紅色透你的這一罐 卸妝水呢 它是無油配方 所以呢 就像跟我一樣 如果有接睫毛的女孩們呢 就不用擔心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的妝容 就是有底妝修容打亮 還有就是眉毛跟眼影的部分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要直接用這一罐卸妝給大家看 我先卸半臉好了 我的話就是直接用一般的 隨便的 只要是化妝名就都可以 直接倒在上面 它是完全透明無色無味的 那我就先卸這一半張的臉 我才剛用第一次而已 就已經是這樣了 當然啊 卸妝的話就是要多次 要把它卸得完全很乾淨 這樣對肌膚毛孔才不會有負擔 當然不可能你只擦一次就完全整個都卸掉啊 那我現在換眼睛 因為它是無油配方 所以接睫毛的話也不用擔心說 如果有一點點油啊 它就會容易影響它的黏著度 那如果你們是有畫眼線的部分的話 就建議是用棉花棒沾去卸妝水 然後去慢慢的挑那個細節去卸眼線的部分 我自己大概卸妝會卸三次到四次 卸妝很重要 真的 你看我卸完喔 我眼睛啊 我卸完我的眼睛也沒有紅紅的啊 對不對 當然是如果你不小心就是跑到眼睛裡面的話 記得要趕快用清水沖洗這樣子 大家看到今天眼皮也很乾淨了 那我主要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直接用衛生紙 這樣子擦拭 它還是有點濕濕的 那衛生紙上面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殘妝 所以如果還有殘妝的話 就記得還要再多卸幾次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敏感性肌膚 所以很容易有一點點酒精還是很刺激性的東西 用在皮膚上面的話 就會這邊臉頰會開始紅紅的 一點一點一點的 而且 有點刺激的感覺的話 我的皮膚就會有點感覺有點刺刺的 可是它這個不會 它這個卸妝水是非常溫和的 好 卸妝完的感覺就是這樣 是不是 差很多吧 這是白色乾淨的 這是剛剛卸完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用無油配方的 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是還蠻推薦給 就是跟我一樣有接睫毛的女孩子 那我這一次要先介紹的是 艾斯德瑪的這個超級大罐的 它這一罐面膜是 B5保濕銀膠面膜 它這一罐其實我自己已經用了兩罐 我以前最早的時候文章 我寫過它的一篇文章 它打開來的話就是這麼大一罐 它是透明的那種質感 質感 那我現在的肌膚 剛剛是洗完臉了 那它我等一下會附上這個 它一定還會有送一個超級大的挖掃 因為我的臉是真的是非常 急乾的 但是 我先測試給大家看 我的現在肌膚是多少 應該會亮紅燈吧 我在想 欸 34.9% 34.9% 我看到齁 就直接挖起來一罐 塗抹在臉上 因為我都是挖比較大尺 那塗抹的時候就是這樣順的塗就好 因為挖的時候是建議 我建議是不要直接用手指頭去挖 就是它固正的挖掃直接挖起來 再用手用 就是要閉開眼睛的地方 因為我個人是太習慣 就挖掃直接插在臉上 我個人是覺得它這一罐的容量非常大 非常足夠去敷很多地方 比如說 你可能曬傷這個也可以敷欸 保濕的面膜 我個人是真的比較推薦 泥狀或是果凍型的這樣子的面膜 它的那個保濕度會比較高 因為它不會接觸到外在的空氣 那我敷的時間大概是30分鐘 就是自己有用手機在計時這樣子 敷的厚度我是覺得是就是 你覺得OK就好 但是我會敷大概有0.3或0.5公分這樣左右 它敷起來它就是透明的 但是它沒有什麼香味 就是無色 無香料這樣子 鼻翼也不要放過 它就是 還有嘴角的部分 嗯 就大概敷過去 那接下來就等30分鐘過後 我再用 側敷儀器給大家看 這個到底保濕度有多分厲害好了 而且我不得不說就是 你敷這種泥狀的果凍型的面膜 你也不怕說 你不能講話 你不能笑 還是怎麼樣會有細紋之類的 就不用擔心 而且不太會說會掉面膜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保濕的話 建議是用泥狀面膜 或者是果凍型的這樣這樣凝膠面膜 效果會比較好 耶那我剛剛那個30分鐘 我已經 已經 過去了 我洗完了 有沒有 洗完之後皮膚變得很亮 那我現在來測試呢 肌膚的保濕度 哇靠 有沒有看到 63耶 63.9耶 63.9的保濕耶 我敷30分鐘而已耶 保濕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保濕沒有做好的話 肌膚其實說真的很容易出問題 第一個你沒有辦法 很服貼的上妝 還有時候你就算上妝之後很容易鬼裂 就是像那種斑駁這樣子 會容易脫妝啦 我自己的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的皮膚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素顏喔 然後我把燈打到最亮給大家看 就是我的現在皮膚的狀況 它敷完的肌膚就是真的比較透亮 而且就是 缺帆的部分還是應該沒有辦法去改善到 多怎麼樣 因為那畢竟還是要得要去醫美做雷射會比較快 所以就是 還是一樣要做好的保濕 保濕的話你看皮膚是會透亮的喔 如果保濕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膚質是不太有一些狀況吧 還有我一定要推薦大家有兩個商品 它這一個綠色的這一罐 這一罐是 強效復活因子精華液 我有罐裝 很高級吧 滴管式的 像我自己的話就是敷完面膜之後 我就會滴這個 就是大概是 一整張臉可以用的容量就夠了 然後在手上這樣子 這也是沒有味道 可是它是 有點偏油一點點 可是它的油是清爽的油 那我現在在拍這個的時候 剛好是跨年 今天是12月的最後一天 所以外面現在整個都是 煙火 嗨 大家新年快樂啦 那就是皮膚給它塗抹均勻之後 可以用手的溫度去讓它 加快速的吸收進去 那就是可以輕輕的不這樣子按壓 它脖子的地方也不要忘記要帶到喔 脖子的地方也很重要 它這一罐的用量其實 不需要用到太多 除非就是你是 緊急的急救保養 才需要到那麼多 那上完精華液之後 就是會用這一罐 它這一罐也是 綠色的 這一罐 它是保濕精直霜 主要是修護保濕跟靜白 我這次所分享的都是他們家的品牌 因為他們家其實 第一個我最愛用的就是它的卸妝 因為它卸妝的產品的話就是無油 無酒精 你知道嗎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蓋子那個 保護層膜這一層上面都還有 它的那個乳液就是滿滿滿阿 所以就是塗完精華液之後 就是在塗抹的肌膚上 加強做保濕 來 那接下來就是在把它按摩 我輕輕的而已喔 我就是在肌膚上面這樣畫過去而已 我沒有很大力的去搓肌膚的表面 因為搓肌膚的表面的話 真的會很容易會有細紋產生 這樣輕輕的 輕輕的喔 唉唷 脖子也要帶到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我 就是現在擦完了 肌膚 大家經一點 我看到喔 現在擦完了還是一樣很透亮 而且它的吸收度還滿快的 我是覺得真的還滿厲害的 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保濕的東西真的是 非常讚 有看到喔 看完這些產品呢 你們覺得 有沒有哪一些產品是 你心動的 還是你覺得有任何疑問的話 你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也會盡力的回答你 還是呢 你對有一些產品 你非常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趕快去購買喔 因為真的 事不宜遲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因為其實他們的產品 真的是評價都還滿高的 CP值也還滿高 所以呢 嗯 應該是說他們的價位 也不會說太高 就是沒有辦法去負擔這樣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要訂閱我 還有 在我的影片下方幫我按個讚 是對我很大的鼓勵喔 那下次見囉 掰掰